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案件開始前 請大家動動手指 幫老Z頻道按個訂閱 或交到會員支持我們 十分感謝 性衝動依照維基百科解釋 是指出現一些興奮的感官刺激 心未無法自治 極度想要發生性行為 部分性衝動與暴力性有關 而一旦男人無法控制這股玉力 會有什麼樣的下場呢 接著如果的老Z 回到案發那一天 清秀女研究生失蹤 近魂斷沙發底下 嘴塞抹布 頸部勒痕 胸部有男性唾液 接觸器詭異身影 獨眼清潔工起色心 學校聘前科犯惹異 便衝動猥亵舔尖尸體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二郎清潔工 猥殺成大女事件 時間回到2018年10月28日 安發地點在南台灣成功大學的 社會科學研究院 一名24歲陳姓女研究生 下午11點獨自在414研究室裡忙碌著 卻突然起身離開 直到下午3點有同學覺得不退勁 怎麼會消失這麼久 她拿著備用鑰匙四處找人 一直找到晚間8點多 更多人加入了協學 因為學姐在北洞二樓的諮商室 意外在靠牆的沙發底下 找到已經冰冷僵硬的學妹 命案現場陳達例行 校區這棟大樓二樓研究室 警方已經圍起封鎖線 警示小組在裡頭仔細修正 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因為太詭異 同學你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校方學生三間齊口 原來死者是陳達教員所 二年級的一名女研究生 28號晚上她被同學給發現 陳詩在研究室內 口咬布條已經明顯死亡 陳詩的位置在沙發底下 所以我們才會做這種 有他殺嫌疑的去推估 現場沒有發現任何血跡 女學生則是衣著完整 因為女學生頸部有勒痕 不排除是遭到迷婚後殺害勒畢 警方已將布條給送宴 布她是一個人先去開門 但是她沒有發覺 等到其他同學下來的時候 他們才只去搜尋 搜尋才發現說 沙發底下 段青的女研究生 是就讀教育研究所的二年級生 被發現的時候臉部朝下 嘴巴塞著一條深紅色抹布 打了赤腳 鞋子不翼而飛 雙手手臂都有抓痕 沙發旁還掉了一小撮頭髮 疑似在反抗中遭扯下來的 警方一度研判 女研究生是被迷婚後勒畢 很可能是遭到性情殺害 但抹布沒有驗出化學藥劑 下體也沒有性情的跡象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吃下午茶 笑得好開心 平常抹茶冰淇淋 吃美食 表演喜怒哀樂 表情俏皮可愛 或是到郊外出遊 身材纖細 只是被殺害的 陳大 陳姓女研究生 看得出個性活潑 愛笑 非常開朗 卻沉失校內 上午檢警驗屍 父母痛哭 根本說不出話 女研究生不但疑似被勒畢 順自嘴裡塞了紅布條 根據了解 是平常泡茶用的磚紅色抹布 疑似因此窒息 24歲女研究生就讀陳大教研所 從屏東女中畢業台南大學教育系 再考上陳大教研所 女學生從高雄北上就讀 讀字豬 住在校外 目前沒有男友 究竟是誰殺了她 其實我真的很累 我心理狀況不是很好 因為我都鎖了 皮膚也差不多快做完了 校方同學跟家屬 完全沒有頭緒 單純女學生是與人有仇 還是有感情金錢上的糾紛 警方排除同校學生涉案後 緊急調閱校園裡的監視器 一個詭異的身影 就出現在畫面裡 而警方調閱監視器發現 28號中午11點58分 休閒跟死者一起搭電梯 從二樓出來 下午1點03分 兇嫌獨自搭電梯上四樓 換上米色外套 1點半逃逸到重山路 晚上8點半 大家發現女研究生已經死亡多時 主播透過觀眾們可以看到 這個電梯裡面 穿著灰色外套的男子 就是殺害陳大女學生的 靈性嫌犯 那他在犯案之後 像是沒事發生一樣的 還回到了自己的租屋處 那手上是還有拎著飲料 還有其他的東西回家 沒過多久之後 他又再度的搭電梯離開 根據了解 警方是在晚上10點多的時候 先是到了嫌犯的租屋處 準備逮人 但是鋪了個空 之後是在嫌犯的前岳父家 才發現了嫌犯的蹤影 將他逮捕 在今天早上1點半的時候 有在校方社科院大樓下面的 資源回收廠的垃圾桶裡面 有發現一些相關的跡症 例如說死者的拖鞋之類的 初步已經掌握一個靈性犯鞋 靈性的清潔工設有重鞋 在今天早上6點半的時候 在其前岳帳家中的外面 進行逮捕 被警方帶回來的嫌犯 叫林隆傅42歲 是陳大約聘的清潔工人 令人意外的是 他居然有妨礙性自主 及竊道前科 這樣的人居然可以進入校園工作 還是這集慘愛的真凶 重點是為什麼要鎖定他 殺人動機究竟是什麼 不喜歡跟人家講話 我很還不喜歡跟人家講話 他洗過的地方不要人家給他採得很髒 林姓兇嫌今年42歲 是陳大聘用的短期清潔工 有妨害性自主前科 跟銅棟大樓的清潔工 很少會有交集 林姓犯嫌被我們那個逮捕之後 到犯之後 基本上他目前就是 行使肩默犬 警方說兇嫌找死者 借兩親元不成疑似死者 口氣太酸激怒他 慎怒之下行凶 逃逸後跑回前妻家很冷靜 借500元買煙跟早餐 落網時口袋救生300元 只是24歲女研究生 跟42歲清潔工 到底怎麼扯上關係 還在校內殘忍殺害 整起案件從頭到尾都令人匪夷所思 當至於短工的話 因為有時候他的這個工作時間很短 所以目前並沒有要求他們 附上療症 消防表示林姓清潔工 左眼疑似失明 105年才透過身心障礙名義 被轉接到陳大 擔任短期清潔工 因為清潔得過獎 所以在這個環境清潔工作 大概是表現得不錯 林榮富入網後異常安靜 一直行使著肩默泉 只透露過是借貸糾紛 但2000元怎麼會是殺人動機 還說當天他也是想借錢 但監視器中被害人根本沒帶錢包 沒有人相信這番鬼說詞 但是真相他僅僅藏在心裡 極度狡猾 由於死者雙手有傷痕 懷疑身前被捆綁 控制行動 但殺人動機是什麼 兩人是不是有金錢糾紛 這個部分外有聽部分的同學 有講到這個部分 兇險共稱曾跟死者借1000元 想再借2000元不成痛下殺手 怪的是死者身上錢包還在 而且只為2000元就殺人 也說不過去 清潔工跟交易研究所 本來就不錯 他平常表現很好啊 雖然其他學生說 平常兇嫌跟大家處得不錯 都稱呼他林大哥 但一個是高材生 兇嫌是學校清潔工 離婚有一個15歲的女兒 相差18歲的兩人 背景懸殊 女研究生的父母也不認識兇嫌 卻牽扯金錢糾紛 也令外界難以想像 兇嫌一隻眼有殘疾 105年透過生長平台媒合 從6到9月讓陳大以外包方式聘用 之後才由教研所自聘 明明兇嫌有妨害性自主前科 對兇嫌少了分警覺心 釀成女研究生之死 陳大恐怕也難辭其咎 女研究生往此 最難以接受的是她的家人們 原來她是出自一個中低收入的家庭 父親每個月薪水只有兩萬三千元 但生出一個這麼優秀的女兒 父母寄予厚望大力栽培 即便上大學念研究所需要錢 父母互要帶一拉也沒讓她背學貸 而9月才剛開學繳完學費 貼心的女兒連零用錢都不多 怎麼還能三分兩次借錢給收手呢 家屬哭得氣不成聲 父親用手壓住雙眼 再也無法克制住瀕臨崩潰的情緒 坐在香宴室外等待結果 情緒哀妻家屬緊靠著彼此 依舊無法相信自己優秀的寶貝女兒 已經離開原始 一頭烏黑的長髮小小的臉蛋 一張張出遊的照片笑得甜美燦爛 24歲成大誠心女研究生 正值花樣年華 從大學到研究所都專攻教育 從小夢想當老師 在國小擔任實習老師期間 深受學生愛戴 是學生心目當中最喜歡的陳老師 正準備發光發熱時 卻慘遭無情殺害 臉書上還張貼出為爸爸慶祝父親節 一家和樂的照片 如今卻天人永隔 讓家屬難以承受 年中父的狡猾沉默 讓檢警偵辦一度卡關 此時有人注意到 他16年前的案子 是在2002年某天 凌晨5點30分 他騎車尾隨一名女子的機車 趁對方停車講電話之際 假裝問路跟對方攀談 趁對方不注意的時候 突然右手使勁掐住對方脖子 女生昏迷後就將女生的衣服拉開 強勤撫摸胸部數十秒 手法跟這起案件有很多雷同之處 他似乎對席胸有特別的癖好 陳大臣姓女研究生 28號遭靈性清潔工殺害 家屬和檢察官 上午到殯儀館進一步驗屍 情緒相當悲痛 看見寶貝女兒變成冰冷遺體 忍不住痛哭 完全不認識 他們都完全不認識 而且也講不可能有借貸關係 是不是 家屬說的嗎 家屬說的 研究生遺體外觀完整 除頸部有掐壓的痕跡外 其餘部分沒有明顯傷事 24歲的陳姓女研究生 一直對教育有很大熱忱 到國小擔任實習老師 講台上認真教課的樣子 讓其他老師印象深刻 小學生們也都很喜歡 這位像大姐姐一般的老師 大合照裡 每個人都笑得好開心 但一切都因為 靈性清潔工衝動殺人 讓陳姓女研究生的教育之路 被迫中斷 國安法醫在死者的右側乳房 以及胸臟的內側 採集到了林荣婦的唾液 檢警研判 他是為了性侵對方不成 才施暴殺害了女研究生 案發一個月 他見到證據 終於願意開口接受偵訊 卻是每次偵訊 就給一個版本 有說對方重心不穩 跌倒後撞倒他 他醒來雙手不小心 就在胸部上 或者是把對方拉倒之後 衣服掀起來露出胸部 引起他的色心 後來更扯出 是指控對方羞辱他 才會憤怒掐死對方 還說自己左眼全盲 右眼弱勢 沒看到對方的表情 才忘了鬆手 接著因為好奇 才去猥褻舔屍體 等等荒謬 類似成人片的劇情 顯然都是謝罪之詞 一審以強制猥褻殺人 將他重判 是為了錢嗎 殺害女研究生後被逮 林姓清傑公面對追問 不乏一語 去年10月28日 她在陳大社科院大樓 勒比被害人 案件經過一年審理 凶嫌被依殺人罪 判處無期徒刑 不畏恐事蹟敗路 便基於強制猥褻殺人 之直接故意 持抹布塞入A女的口中 並以手持續掐A女的頸部 長達10到20分鐘 狡猾的凶嫌落網時 謊稱是要向女研究生 借錢起殺機 但判決出爐後 殺人原因讓社會嘩然 原來他將女研究生 約到諮商室 想要強行猥褻 被害人抵抗 他就強塞抹布 在對方口中 掐住頸部 讓女研究生 最後缺氧窒息死亡 而戳破凶嫌謊言的關鍵 就是死者胸前唾液檢體 驗出有凶嫌的DNA 審理中特別之處 是法官還特別鑑定 他有無戀師癖好 結果當然是沒有 也沒有精神障礙等問題 但這狡猾理犯 毫無悔改之意 警察官仍上訴求處死刑 奪到法官以兩公約駁回 2020年8月13日 三審定驗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至今玲瓏覆 怎麼把人約出來的 判決書上 仍是寫著不祥原因 以堂入室的成功大學 則賠償家屬642萬多元 只是女生生父親 因為創傷壓力 罹患了恐慌症 母親也因此重度憂鬱 更造成認知功能減退 那一範玲瓏覆 一個性衝動 摧毀了一個幸福家庭 判決無期徒刑 足夠嗎 我是Lz 我們下期見